這五個手袋的風格款式都不一樣 這支手袋真的比美大品牌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學 歡迎回來我的Channel 今集的主題就是想分享手袋 這五個手袋都很適合學生或小資女去買 價錢相對比較便宜 之前已經出過第一集反應十分好 已經齊集了五個手袋 然後想介紹給大家 可以跟你們說這五個手袋都真的性價比很高 亦都很漂亮很實用 加上情人節就快到了 如果有些男生真的想不到買什麼給女生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下這五個手袋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繼續看下去 介紹手袋之前都要跟大家說我的身高165高 大家也可以看我上新的示範 看看手袋適不適合你才去買 以下我來介紹的手袋 我都會由便宜至貴去介紹 首先第一個就是Christine Ng的手袋 之前都已經介紹了他這個品牌的很多手袋給大家 自己選了這個手袋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他這個肩帶 比較特別一點 他的外型外殼比較堅挺 不需要擔心他會容易扁撻 這個形狀又是很實用 他的內籠相對於比較寬闊 所以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本身手袋裡面都放很多垃圾 單據等等 之前我用這個手袋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收拾過袋 所有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加上其實他外面也有這個薄薄的一層 可以放一些比較薄的東西 可能卡片或者鎖匙等等 他的容量十分之好 我喜歡他是因為他的扭扣位相對於是比較實 如果一個扭扣不實的話 很容易掉到地上所有東西都已經散了 當我拿這個手袋出外的時候 相對於是比較放心 他的顏色其實有點像蝦肉色 顏色相對於是比較特別 自己家裡比較多米色白色的袋 這個相對於是比較嫩色一點 而是深一點 當你拿這個手袋的時候 你拼上自己的膚色也會亮白一點 穿米白色的衣服也會很出 重點這個品牌最特別是可以加自己的名字 自己就加了堂堂這8個英文字母 其實他可以加10個英文字母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看你想加什麼英文字母 裡面就是他的品牌名 這個手袋對於我來說 有經濟又實惠 他只需要333元就已經可以買到這個手袋 另外也有一條長的右帶 可以當斜背 自己就比較喜歡用這個肩帶多些 另外他網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顏色選擇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款式等等 都可以上網去看 好 來到第二個介紹的手袋 就是這個JWP的手袋 為什麼選擇這個手袋呢 因為本身是很少一些深色的手袋 所以就選了這個灰黑色 看到他這個pattern做得很漂亮 上面是隱約看到的 是JWP的標誌 中間有這個大的logo 相對於比較型 他有另外一些顏色 我記得是有啡色 看到這個本色之後 我自己覺得黑灰色是最搭的顏色 所以就選了這個顏色 他這個形狀相對於是比較特別 另外他的手感相對於是比較堅挺 本身私底下 我是很喜歡中性的Style 比較型格的手袋 是很需要在我身上有 就選了這個手袋 他的五金都是做得很漂亮 他是黑色和銀色 用了很多次 他這些五金位都不會畫花 這個手袋長期我都是穿一些黑色衣服 配合這個手袋就已經很型 他的價錢原價是689元 當然我自己建議 大家都可以等到他有折扣的時候才賣 看看他裡面的內籠 他的內籠也是做得很深 他裡面也是配合黑色 他裡面也是有這個卡片位 他的容量相對於是十分之大 這些扭扣位也是做得十分之矮 完全不需要擔心他 小小東西動動就已經打開了個袋 自己覺得他是十分之安全 加上是粗用都不需要擔心 他的皮是好像一些磨砂皮一樣 是用我這些尖的手指去刮 或是不會看到有任何的花痕 完全是可以粗用 因為自己不是一個很愛手袋的人 當我用這些手袋的時候 相對於是比較放心 所以大家如果都找一些 Pattern的手袋 比較型格一點點的 我自己很建議是選擇這款的手袋 好另外第三款手袋 就是這個C by Koei的手袋 這個手袋 我之前也有在另外一條影片 重點介紹他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他 加上我一有這個手袋的時候 我是長期用這個手袋 可以看到他的設計 他這些扣位做得很漂亮 他這個款式我自己十分之喜歡 它是米色的皮 還有金色的扣 自己本身是很喜歡 金色的五金 第一眼看到這個手袋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定要入手 最重要的是他這個肩帶位置 他都是霜了這些鍋釘在上面 是前後都有 所以當在你前面的人和後面的人 都可以看到這些細節 現在一看 好像看到他的手袋很便宜 他的內籠都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自己裝上唇膏電話粉餅 銀包、AirPod等等 都可以放進去 可以看到他裡面是有C by Chloe的logo 而裡面也是配上外面 也是做大地式的內籠 而且他的拉鏈也是做得很穩 自己很喜歡這個手袋所有的五金位置 另外這個皮是牛皮 上面有些紋路在 自己用手指刮 也是不會刮花 這個手袋所有的顏色 五金 而且他的肩帶位置 都是十分之完美 很多朋友看到這個手袋的實物 觀眾看到這個手袋的時候 都馬上問我在哪裡買 可以去他的專門店看看他的實物 他除了這個米色之餘 其實我看到有深啡色、黑色等等這些顏色 而一看的時候就是喜歡這個米色 他的價錢在專門店是$398 有些網站其實是會有折扣優惠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外國網站 等有折扣的時候買就最好了 大家心急的話也可以去專門店買 好,來到第四個介紹的手袋 就是這個品牌Struckbaby的手袋 其實第一集的時候 我都有介紹另外一個 是mini版全白色的手袋 比較派對的用 或者出街用 現在就選擇了這個拼式的手袋 而且它的尺寸相對於是大一個尺寸 自己入手這個手袋 是因為覺得它真的可以見到大場面 因為有時候不想用一些過晚聲的手袋 就是一些大品牌 所以我就選擇這些小眾品牌去用 現在很多女生都認識貨的 而看到這個手袋的時候 都會覺得你是很有質感的人 覺得你比較知性 你看到它的五金位置也做得十分之好看 鏈帶位相對於比較重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才有質感的鏈帶 它這些五金位置都是立立靈 做得很好看 這個顏色是深藍色 有點像黑色的平米白色 這個手袋正面看就好像很正經 平常它旁邊的紅色邊邊位相對於是比較低調的緩味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手袋的平色等等 都是做得十分之好看 我自己是很喜歡單肩去用之外 可以當它一個斜背袋去用 在我自己165身高身上 其實這個手袋是剛剛好起我的臀部位置 不會太長 也不會太短 然後卡住了你的腰部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它鏈帶的位置 完全可以適合單肩和斜背去用 看到它這個手袋的外表 都知道其實它是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打開它的內籠給大家看 它是分了一二三三格 兩格大一格小 小也是可以放一些卡片 或者比較薄的東西 它的內籠也是平米白色的鏡皮 自己覺得它的隔位是相當實用的 如果你真的上班或者上學 都可以裝一些折的A4紙 其實是剛剛好 它是牛皮 所以相對於是比較堅平 不用擔心用得久的時候會扁撻 這個手袋其實都真的可以用很多年 它這個手袋是很多不同的顏色 大家也可以去上網看看它有什麼顏色 去適合你們 它的價錢就是6,000元 其實這個價錢是它的原價 它也是在很多不同的外國網站 有時候都會有折扣 大家也可以趁它有折扣的時候去買 看到最低的折扣是有5折扣 大家可以真的密切留意這個品牌 好 來到最後最後介紹 就是這個我第一個的KUJI手袋 之前對KUJI的感覺 相對於是比較老套一點 這就沒有入手KUJI的手袋 看到這個手袋的時候 我就真的一見鍾情 它的平色和設計 自己是十分喜歡 看看它的細節 正面位置就是有這個KUJI的logo 它底部的位置都是平上了KUJI最經典的平色 旁邊就是做了這個KUJI的pattern 整個包包的設計 我自己覺得是十分完美的 真的很可愛 當我買了它回來之後 看到這個包包我真的越看越喜歡 平時都真的比較喜歡淺色的衣服 白色的冷衣等等 其實配合這個手袋 是真的很合適 看看它旁邊的位置 有幾個洞 可以調節它的長度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包包上薄的話 我自己覺得就不太好看 因為會卡住你的腳底 通常都會用手去玩 或者就這樣掛在這個手臂的位置 手袋的造型感 我覺得十分之好看 看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會覺得可能它是一個廢包 相對於比較小一點 會不會裝不到東西 大家都可以看它的內隆 相對於比較深 這個包包好像一個餃子 裡面其實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我用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完全可以放下我平日用的東西 手袋最細心的位置 其實裡面是會有這個卡住 就可以放一些卡和身份證 你不用錢包的話 你也可以把卡放在裡面 裡面是有這個鏈帶的位置 它是一個扣 我自己還沒拆出來 因為我自己還沒用 可以掛一些鎖匙 需要擔心要找鎖匙抄很久 掛鎖匙位 其實也是很方便 我是今天才知道是有這個扣位 真的很喜歡它這個設計 而且很喜歡這個包包 在我冬天的時候 真的用了很多次 當我穿得很帥的時候 或者穿得比較正式一點 都可以用到這個手袋 手袋的平式除了白米色之外 看到是有一個啡色 啡色的那個是比較vintage 我選擇了這個平式 是因為它散發出一個少女的味道 真的很多朋友看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都說它真的很漂亮 它的價錢是8200元 不需要過1萬元 我覺得這個價錢買到這個手袋 相對於是十分值得 想找一些100元以內的品牌 可以選這個手袋 可以說是這個冬季裡面 我自己算是最喜歡的一個手袋之一 大家如果喜歡它的話 就快點去買吧 去專門店看看它的實物 然後再去買 已經是看到它一見鐘 是不等了 就立刻在網上買了它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看 那我就已經介紹完這五個手袋 這五個手袋的風格款式 都真的不一樣 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你們自己的風格 去買你適合自己的手袋 我覺得這五個手袋的共通點 就是它們的質地 款式等等 我自己覺得都是十分之大器 它這手袋真的比美一些大品牌 如果大家看得到喜歡的話 可以去到我的info box 我都會放回它們的網址 就容易一點給你們去買 希望這條片可以燒到大家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燒你們買東西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喜歡這條片可以按下這條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加上可以分享出去給你們的姊妹看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